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竟然来到了三百年后 承儿 你身子现在还很虚弱 你要去给你准备点补品 三百年后 洛西都是你害我至此 如如你还活着 我以一代五弟之名发誓 必斩你 卓赫 你这废物君还没死啊 赵燕就是他前日独大的王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都不死 你还真是命大 我好歹也是福利正派的少爷 你真敢杀我 一个十五岁都没开启神脉的废物 也好意思称自己是少爷 三日后的神脉祭祀你不许参加 否则 否则怎样 竟敢还手 对付你 我有何不敢 小死 我来到三百年后 纵然失去了一时修为 但对付你这种小家伙 可没那么难 你竟敢打我 赵燕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赵燕 你想干什么 赵燕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叫族内的执法长老了 为了一个赵燕 被关禁并不值得 神脉祭祀后 我再来收拾他 张姨娘 进西府内不太平 我劝你最好 不让赵臣外出 要有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臣爱 赵燕走路滋时 怎么这么怪啊 可能是得了怪病吧 来到三百年后 虽然我失去了一身修为 但是 我脑海中的功法战绩一样不缺 重回我帝境界 不过是时间问题 来 这份禁忌功法 是我上一首的 寻常人开启神脉后 便已经定型了 但凭它 我可以不断吞噬神脉生机 从而 成就逆天神脉 这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还在 三百年前 我获得赵天吞噬精识 这个东西便负重在我体内 没想到 三百年后它竟然还在 宁 难道我到这儿 也是因它而起 或许将赵天吞噬精进修炼成功 可以清除这黑洞的奥秘 这里的灵气最为浓郁 距离神脉祭祀还有三天 我得抓紧修炼 是不是废物赵晨吗 他怎么回到盐物厂来啊 废物 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还不快给我滚 赵天 二长长之随 开启黄街神脉 黄街初级修会 去去黄街初级修会 也敢向我挑衅 你说什么 我说 给我滚 你这废物还敢骂我 找死 吃我一拳 你吃我一拳试试 什么 你刚才 说谁是废物 我错了 你们别过来 晚了 拜见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要惨了 大长老对赵天疼爱有加 岂会坐视不管 我还听说 大长老极其看不惯赵晨 多次请求侯爷 给将其逐出王府 大长老 赵晨这废物 记得我开了什么 竟然暗中通袭我 您再不来 我就被他打死了呀 孽章 你自己是个废物就算了 竟然还敢喊王府天才 今天 我就替侯爷好好教训你 好强的威丫 竟然站不住啊 区区威丫 还想吓唬我 大长老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教训我 会免太师公正 这小子居然在我的威丫下毫无翻译 找废话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质疑我 你若想死的话 就动手试试 传音 天有无者等级分黄玄 底天先天后天六个等级 只有先天无者才能传音 可这小子连神脉都没开 怎么可能 闭嘴 你若继续修炼残阳火经 不出七日 必将火毒攻心而死 什么 这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他怎么会知道 想要活命 就全力帮助我 我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三 哼 赵辰 你现在跪下磕头 说不定我还会原谅你 二 哼 怎么 现在不敢说话了 该死 到底要不要献这小子的话 要生要死 看你的选择了 咦 不能拿生命冒险 跪下 大 大长老 您说什么 我让你给赵辰跪下道歉 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跟我动 大长老 那小子只是个废物 为什么 立刻给赵辰跪下道歉 听见没有 赵辰 不 三公子 三公子 我错了 您大人有大梁 饶了我吧 滚吧 三公子 现在可以告诉我 驱赞火毒之法了吧 两个要求 一 今天的事不得外泄 二 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赵辰 你不要太过分 要么答应 要么死 你自己选 好 我答应你 解毒方法是什么 冯子尿 以毒攻毒 能缓解你体内的火毒 别罢 我就信你一回 赵辰吞噬进进第一处 心脏会变成赤红色 可吞噬他人力量 成就自身 传言至地球中 心脏变成金色 天地万物均可吞噬 化为无上神脉 我难以待无地 区区心脏角度 我怎会忍耐不住 再来 为了必要在神脉祭祀前 练成第一重 神脉祭祀马上开了 承儿他 娘 我们走吧 承儿 去哪 神脉祭祀 为了报上师之仇 我一定要绝请神脉 赵辰 你把老子的话当耳边风 居然还敢来 你算老秦 滚开 娘 我们走 公子 这里进武 祭祀结束后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这不是那废物吗 他居然又来了 真是年年不死心呀 年年来 年年开启不了神脉 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再不开启就要被赶出去了 时辰已到 时辰已到 尔等 还不速速将精血 投入几杯之内 我绝醒神脉了 哈哈哈哈 我们也绝行了 好大 哈哈哈哈 废物始终是废物 居然还妄想开启神脉 有些人真是不自知 自举什么金粮不知道吗 还非要过来受辱 哈哈哈哈 神脉祭祀马上结束了 这家伙没机会了 尘儿 加油啊 娘相信你可以的 我不信 我不信 不 这一次 我既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定当不会瓶瓶涌涌 往命有我 定位有天 神脉 给我开 这黑洞 在吸收神脉之光 嗯 我的神脉 开了 神脉祭祀 结束 有 消失了 失败了 虚惊一场 唉呀 还以为他能觉醒血脉呢 看来还是失败了 哈哈哈哈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 昭天吞噬浸荆已经聚合神光 此时不过是让神迈内敛而已 神迈一开 复仇之路正式开始 洛西你给我等着 承儿没事 等侯爷回来 我们便离开王侯府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先从我胯下钻过去再说 你 娘亲 我已经开启了神迈 为何要离开 什么 什么 不可能 神迈之光虽然扫过你的身体 但是并没有在你身上留下圣光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 可别说做兄弟的不照顾你 你若真开启了神迈 我的修炼资源都给你又如何 但如果你没开启 我若没开启随你处置 赵臣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此 修炼周天吞噬经 需要大量资源 正好 有人送上门买 现在开始测试神迈等级 开启神迈者 做好准备 赤臣光绿青男子 尊别对应着黄级玄级地级天级 先天 早化 王级神迈 也不知道我会觉醒哪个等级 开 嗯 不错 居然有两个地级神迈 呼啸侯府果然不负圣名 传说天员国第一天才 墨家墨天觉醒先天神脉 墨家也因此水涨船高 那才是真的厉害 先天神脉 要说我赵家也 等等 那人没有觉醒神脉 为何还留在此地 想要弄虚作假 是他 大人数岁 那是我侯府支持 我这就赶走他 来人 将赵臣那个废物乱棍打走 是 神脉 神脉 太好了 诚儿 娘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 哼 不就是个黄级神脉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娘 你就理解一下吧 人家废物了十几年 终于正常了 肯定高兴坏了呗 原来慈子也觉醒了神脉 差点误会了 可是慈子的神脉之光 为何持续这么久 好美 不够 这 只是 你居然还能提升 赵臣臣是金光人身业 我都要看看 这一世 我们该去何等神脉 这 这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我就不信赵臣神脉等级还能提升 没错 这小子本就是废物 最多也就止不于此了 又 又变色了 天哪 这次居然变成地级神脉了 这 简直难以置信 王侯府第一废物 怎么可能开启地级神脉 这神脉之光 若继续提升 就是天级神脉了呀 竟然不如这个废物 我不信 我儿赵臣才不过玄机神脉 这废物 居然比我儿天赋还巧 我儿不明则已 一明惊人哪 以后我儿在王府内的地位 怕是要超过赵炎了呢 这把脸打死赵炎 若真的陪我前 竟然会报复我 不行 必须要在赵臣 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为了他 成儿 小心哪 果儿加油 定要成功啊 赵炎这是要干什么 他定是想破坏赵臣的觉醒仪式 赵炎经常欺辱赵臣 这是 还是日后被报复啊 只是破坏仪式 赵臣 便会遭到神脉的反噬 心脉进毁 我滚下去吧 蠢 穿破一个 什么 放肆 竟然破坏神脉觉醒仪式 还不快滚 道掌居然主动为赵臣出手 赵炎胆敢破坏觉醒仪式 是 那是在打道掌的脸啊 就是啊 赵臣可是帝气神脉啊 也算是天赋过雷了 当然也会被他庇护 我的儿啊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可恶 就差一点儿 我就能成功了 你 竟敢对我家盈儿出手 若不是看在虎啸猴的面子上 他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还容你在这儿放肆 大人息怒 不 不好 情急之下 忘了这个人我们惹不起 给我碰 天 天机神脉 单论天赋可以排进天元国抢二十了呀 这下赵臣真的要一飞冲天了啊 府内的局势要变了呀 还真是废物变天才啊 正是要变成天机神脉了 太好了 陈儿 你终于有出息了 不好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天机神脉 定是祭天神坛出问题了 您说什么 你不要命了吗 竟敢当众污蔑神坛 快闭嘴 可是我不甘心哪 娃儿放心 等大夫人回来了 定不容他 没错 赵臣天赋越高 又会威胁到大哥的地位 大夫人肯定不会饶了他 天机神脉 倒也不错 够容忍 快看 赵臣身上的神脉之光又变了 按照先前的趋势看 这次难道会变成先天神脉 天哪 整个天元国也只有一个先天神脉啊 若此子真是先天神脉 那你们虎啸侯府 也会水涨船高 可若真是先天神脉 大夫人那边 多谢大人吉言了 神脉之光的颜色怎么又变了 不对 怎么往下掉了 这怎么又变回了黄极神脉啊 谁知道呢 也许是老天觉得赵臣不配有天奇神脉吧 考半天也就是个最低级的神脉 不浪费老子时间了 去去黄极神脉 赵臣你在我眼中依然是个废物 难以为会见证一个天才胆兽 可惜 这下没人挡我了吧 今天老子就废了你 不要 诚儿快走啊 神脉祭坛上的事 我们富岛人家可不好插手呢 不行 赵臣若是废了 我的生病怎么办 住手 神脉觉醒一事之上 岂能武道 大长老莫急 小辈见得玩闹而已 大长老何必上纲上线呢 混账 你给我让开 那就要看大长老的本事了 大长老怎么会帮助赵臣那个废物啊 帮了也没用 大长老被缠住 赵臣这废物必被打残 本以为山姬变凤凰 没想到 是一条翻不了身的咸鱼 赵臣一定很绝望吧 二公子 我拖不了多久 好 掩掩掀 不要 完了 来不及了 赵臣 你完蛋了 我儿 干得好啊 原来如此 方才是他寄居能量 想飞了我 你也飞 什么 先天神脉 冲 天哪 赵臣这下真的一飞冲天 无人能挡了呀 没有错 真的是先天神脉呀 整个天原国目前只有一个 真的是先天神脉呀 真的是呀 哈哈哈哈 天有天原国呀 哪 先天神脉 若是能成长起来 岂不是一大靠山 完了 这 这赵臣怎会觉醒先天神脉 不 这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先天神脉 你绝对不能超过我 去死吧 滚开 赵臣一拳把赵岩干废了 这是赵臣进了天地之事 先天神脉果然厉害呀 赵岩已经黄金后期了呀 可赵臣还没有修炼呢 怎么可能 大胆狂徒 残害天才 论罪当诛 住手 有我在 你敢动一个试试 救我 滚开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救命啊 等等 大人 请您留太条鬼命 赵臣开口为赵岩就请 我耳朵没出问题吧 赵岩可是一直欺辱赵臣啊 这能忍下去 难道他还有别的目的 啊 这小子居然给我求情 嗯 你难道不想杀了他 他的命 我要亲自取 这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懦弱无比的赵臣吗 太霸气了吧 神脉觉醒后 赵臣简直判若两人啊 哈哈哈哈 好 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他一命 你不要以为开启先天神脉就了不起 你错过修炼的黄金时期 我根本不拒你 五天 我给你五天时间恢复 届时 一决生死 赵阳好歹也是黄金后期 赵臣这么做 太自大了 就算他开启先天神脉 可是仅修炼五天时间 就想打败赵阳 根本不可能 好 你等着 五日之后 我必废你 娘 我们走 等等 我让你们走 就你一命让你多活五月 把你身上的零食都给我 当作报仇吧 赵臣 你别太过分 赵阳 你就是这样报答救命恩人的吗 堂堂侯府二公子 一个月可是有二十块零食的配度呢 不会这点小钱都不给吧 如果不给 那可就太小气了 人家赵臣可是救了他的命啊 给你 我赵阳不会欠你人情 多谢你的灵师啊 慢走 五日之后 我会让你终生后悔 陈儿 你有把握五天后打败赵阳吗 他可是皇家后妻呀 赵臣 虽然 虽然你觉醒了先天神脉 但切勿自拗 仍需静心修炼 是 多谢大人教诲 三个月后 天原国的风云赛 我等你来 风云赛是天原国二十岁以下的盛会 获得前五十 会有丰厚的奖励 我一定会去的 三公子 我 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四日后来找我 我帮你解决火毒 多谢三公子 老酒院长半年左右 受全马之劳 哼 赵臣觉醒先天神脉 日后成就定然不凡 跟着他绝对有好处 以后再说吧 看你表现 好歹我在侯府内未高权重 他竟然这么随意就拒绝了我 他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娘 我饿了 想吃你亲手做的手面 好 我这就给你做去 快看 三公子回来了 难道还有人来找麻烦 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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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什么情况 三公子 我有钥匙与您商量 三公子 等下我们 三公子 这是你把流程 一直来的 不成意思 你让我先过去 我先来的 你个不要脸的 滚远点 欠揍 好啊你 这 原来是为了巴结来的 好了好了 你们的礼物我收下就是了 哎呀 吃钱这些家伙 躲我们都来不及 现在全都来上门了 这下修炼的资源是暂时不愁了 尘儿 今日是娘最开心的一天 你爹要是知道 你开启先天神脉 肯定乐坏了 爹 当初我们受欺辱的时候 他在哪儿 这辈子 我只有娘一个亲人 哎 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 不管怎样 他都是你爹 哎 尘埃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这次神脉开起太过诡异 先用一颗灵石修炼看看 这黑洞的吞噬能力 大大加快了我的修炼速度 太好了 再来 给我吸 是时候突破了 开 已经黄节初期了 赵颜当初耗费三个月 才到达黄节初期 他要知道我三个时辰就搞定了 还不得欺吐血 我 你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黑洞和神脉融合了 这已经完全和赵天吞噬进京上的不同了 也不知是福是祸 我 不忍 我要见三 三公子救我呀 诚儿还在修炼 大长老你这是 是大长老的声音 我要被烧死了 救 救我呀 三公子 大长老你怎么了 大长老你怎么了 掀起来在 他身上怎么会这么烫 他体内火毒爆发 三变全身了 尘儿 这可如何是好 放心 如何 尘儿 住手 赵晨 你 赵晨 你竟对我下此毒伤 尘儿 你为何对大长老出手 出手 不 我刚才是在为他压制无毒 看 我身上的温度真的下降了 气温真的下降了不少 多谢三公子救命之恩 老夫莫齿难忘 刚才那鸡 有黄结初期之力 这才几天呀 我定要抱紧大腿 你身上的火毒 只是暂时被压制了 想要彻底驱除 还需要这几种药材 药材 难道赵晨还会炼丹 这夜光草 寒水露 急冰草 倒是有办法能弄到 但青阳草玄明花鬼剑仇 我听都没听过 弄不到这几种药材 谁都救不了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三公子 刘伯 求求你救救我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这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威严无比的大长老吗 他竟如此对尘儿被攻屈心 好 好了 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 本少就救你吧 只不过 你 要先跟我去一趟洛神殿 洛神殿 这就是天元国最大的货物交易所 洛神殿吗 没错 洛神殿分为三层 第一层任何人都会进入 第二层遍秀玄阶之上的实力 或是尊贵的身份 至于第三层 只有炼滩师能够进入 有意思 走 进去看看 你要的药材说不定里边有呢 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古板牛们弃脚 看一看啊 火灵虎的精华 价格合理 五美将联 这里的货色太普通了 这 我们上二楼去 是 小子 你站住 我要上去 你为何拦我 你当洛神殿是什么地方 就凭你皇爹初期的修为 也妄想踏入第二层 还不快滚 如果是我硬要进去呢 三公子 您心怒老朽来处理 你站在一旁看着 这 敢来咱们洛神殿庄大爷 我看你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了 哟 有人在洛神殿闹事啊 看这小子境界不过皇爹初期 谁给他的胆子 守门的杂役可是皇爹中期 我赌这小子一招就要被干翻 今天小爷就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警地之王 什么 竟然躲过了我这拳 这教训 还是还给你吧 前几天一个天界舞者在洛神殿动武都被斩杀 这小子好大的胆子 这小子疯了呀 竟然敢在洛神殿动手上人 他好像是侯府的人 你 你居然敢打我 我的小祖宗啊 你怎么能在洛神殿动武呢 怎么 只许他打我 不许我打他 洛神殿这么霸道 这 三公子你不懂 洛神殿就是这么霸道呀 三公子 你快走 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大胆 何人敢在我洛神殿动武 天哪 竟然是唐若欣这个蛮横无礼的女魔头 唐若欣可是殿主之徒 年纪轻轻就是二阶炼丹师了 在殿内权势很大 连唐管事都惊动啊 这小子是真的完了 唐管事 这小子竟敢在洛神殿动武 你要是晚来一步 可就见不到我了呀 对不起 连个黄街出气的垃圾都收拾不了 要你何用 小子 不管你什么身份 敢在洛神殿动武 难逃一死 我家三公子第一次来 不知道洛神殿的规矩 开放唐管事不要计较 哦 你就是虎啸侯府三公子 那个开启先天神脉的赵臣 正是在想 啊 虎啸侯府三公子不是一个废材吗 什么时候开启的先天神脉啊 你的消息太过落后 就在几天前的神脉祭祀 赵臣一鸣惊人 在我二阶炼丹师的精神威压之下 这小子居然神色如常 三公子 你可知伤我洛神殿之人的后果 呵呵 后果 屁的后果 方才就算唐管事在此 我还是会照样打下去 这人也太嚣张了 这个赵臣太目中无人了 纵有先天神脉也难成大器啊 什么 赵臣你好大的狗胆 敢如我洛神殿 今日我必杀你 唐管事三思啊 你可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不用你保护 唐管事不会对我出手的 你哪来的底气也觉得我不会杀你 极乐花粉 青幽草莫 看来最近在炼制青羊丹呢 这小子是在说炼丹的事情吗 唉 可惜了先天神脉啊 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他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炼青羊丹 我不但知道你在炼制青羊丹 我还知道你每次炼制青羊丹 失败的原因 什么 他是如何得知我每次炼制青羊丹都会失败 你是不是每次炼丹时便将极乐花先加了进去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你还缺少一份关键的材料